牙柏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 是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护植物 曾一度被宣布野外灭绝 牙柏具有抗风雪 抗低温 抗急薄 抗干旱的生物特性 对我国干旱地区的生态治理有巨大的潜力 为拯救这一边危物种 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 通过十多年的努力 终于实现了牙柏的规模化人工繁育 今年6月 保护区选送1000株牙柏幼苗 前往西藏长都三江并流的甘热河谷地区 进行适应性栽培 总台记者全程跟踪采访 记录了这趟3500多公里的雪域高原之行 此次牙柏 晋藏之旅 从重庆开州区出发 一路北上至川西高原 经317国道到达西藏昌都市后 再前往三江并流的甘热河谷地带 整个行程超过3500公里 其中3000米海拔以上的行程 有2000公里左右 几乎横跨了整个横断山脉 行进的第二天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 沿途景观开始变得单一 天气也开始变得变幻莫测 刚刚还晴空万里 突然就开始下起了雨雪 这对于很少在高原开车的他们 需要特别注意 比起天气变幻带来的影响 更糟糕的是高反 在进入川西高原后 他们翻越的第一个高山 雀儿山 海拔有4370米 黄吉兰开始出现头痛和呼吸急促 然而距离当天的目的地 江达县 最少还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 黄吉兰只能边吸氧边赶路 可就在翻越山口不久 他们就发现运送雅百的车 扎进了一枚螺丝钉 虽然有备胎 但在高海拔地区缺少电动工具的情况下 耗费人力换胎 并不是明智之选 他们只能缓缓前行 沿途找汽修店补胎后再上路 终于在夜里七点左右 跨过了四川省与西藏自治区交界处的金沙江大桥 他们终于进入西藏自治区 目前我们正在过金沙江大桥 它是四川和西藏的交界的地方 实际上进入这个地方 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我们山江并流的这么一个区域 我们这次主要的目的是山江并流区域的下一段 那个甘热河谷地段 然后那些区域它的那个生态环境要更差一些 晚上九点 在长途跋涉13个小时之后 他们终于抵达了江达县 请不吝点赞索